我为什么又说到潜力 人身上是有潜力的 无穷无尽的 他可能如果是一直在舞台上的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能画画 他也不知道他能变成作家 舞台没有了 另外一扇门又打开了 我妈妈出了的有几十本书了 大约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高峰期出书啊 然后那个爸爸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界的朋友 开始读我妈妈的文章 包括叶盛陶老先生 然后他读完了之后呢 特别兴奋 年纪很大了 那时候得我八九十岁了吧 给我爸爸打电话 说带着凤霞到我家来看看我 我要当面表扬他 所以他还写过一首有点像打油诗 有些话叫 家常言语真情义 独来信透心而理 本色见才华 我亲心凤霞 他写的 你看我亲心凤霞 我亲佩他 这是中国的顶级大文豪叶生桃显 对对对对 你母亲真的是你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对呀 我特别骄傲的是什么你知道吧 我爸爸的文章 妈妈的文章 都在咱们中国的语文教材里面 出现过 出现过 后来 我的文章入选了教材 哎呦 哇 这是一种最好的文化传承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影响啊 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注重的是家境 我们往往束缺了一个家的家风 其实你的身上还是有信封霞大师和吴楚光大师的影子在的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对 对